養殖恩 屬優 大起大落 逍遙自在 爱恨情仇 纸醉精明 贪吃真面 迷茫无助 一共是七个序 我觉得都挺准确的 因为他们遇见的是 不同时期的我 比如说第一篇 我是一个被艺术细菌侵蚀的人 它这里有点是细菌 不是细胞 我常年从事跟艺术有关的工作 对于我来说 不一定是好事 也不一定是坏事 本身流浪这件事情 它就一定会让你经历 很多的挫折困难跌宕起 那选这种方式 就提前就应该做好了 这个方向的行准备 可能我的铠甲来源于我的坚定 而更不是说流浪这件事情 坚定地去做这件事情 是我的铠甲 而不是说我要做的这件事情 是我的铠甲 它会给我带来很多的灵感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地域的不同 哪怕是可能相差十公里 它的人文背景都会不一样 就是人经历的事情 包括他的语言和生活习惯 都会不一样 更别说是他们的建筑风格 或者是艺术风格 都会不一样 所以去更多的地方就能让我综合更多的这种灵感 就是以当地人的一些特色来融入到我的创作的过程中 我觉得对我的艺术范围是非常有帮助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